据日本传经新闻报道,平时人来人往的忙碌电车路线往往是不少日本女性上班族和学生的梦魇,日本警示听板桥属于前日27日,在东京JR骑京线上查获四名男性透过网路相邀,以手机相互联系下,进球团登上拥挤的快速列车穿越琴内,将行诸首伸入一名20岁女性一路内,对其毛手毛脚。 后在列车到达东京板桥站时,被月台兼职助理发现,向车站通车报警。 警方透过监视影像锁定犯前,很快地找到四名男性盗案。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四名嫌犯分别是34岁的邱源崇志,49岁的骗刚秀照,43岁的西川冲吉,35岁的齐藤幼妇。 在经侦讯后,邱源、骗刚和齐藤三人皆承认犯罪,只有西川始终否认,自称脑袋想摸,但最终没动手摸。 警方一在四人的手机内,发现登录与试汉有关的网络讨论区记录,认为四人是透过网络相识,才会因此打起歪脑筋。 曾娶过日本旅游恰功的朋友,应该都曾体验过当地大城市地铁的拥挤感,再加上部分成人影片的物保,在东京等大都会内玩如己杀丁鱼的车厢,往往也是性骚扰和毛手毛脚的最大宗犯案地点。 不少日本女性都曾有在车厢被骚扰的经验,但高度紧绷的情绪下也让不少安分守己的男性上班族被冤枉。 先前还出现专用的男性吃汗,误认险给男性更多保障。 忠实电子报